演员林婷玉在新戏《一个屋檐下》当中 饰演陈文珊的女儿 不过剧中个性叛逆的她 也因为顶庄父亲挨了耳光 敬业的林婷玉在赏巴掌戏开拍之前 敬业的要求来真的 也让陈文珊倍感压力 演完这场戏之后 林婷玉还赶紧冰敷脸颊 就怕会不联系 她还大赞陈文珊打得很有技巧 没有想象中的痛 你永远就不知道吗 你这个阿姨 你很虚猫 火辣辣的一巴掌 常常在演员林婷玉的脸上 也让饰演父亲的陈文珊倍感压力 在正式开拍前 不断走位练习 就怕弄伤宝贝女儿 你只是一个原告 这看似轻松泥木 演员陈文珊反复练习酿情绪 而林婷玉在巴掌戏开拍前 还提出敬业要求来真的 只为了诠释角色到位 不管是在表演上 或是在个人情感上 还有对观众的负重的态度 她就说一定要来真的 那我听到她说要来真的 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只是包掌戏开拍后 林婷玉赶紧进行冰敷 就怕引起误会 她也赶紧缓夹 是担心接下来要拍的镜头 不联系才冰敷 更大赞前辈陈文珊演技精湛 因为敷只是因为 我明天还有很多戏 我怕会走 没有我想象中的痛 这是真的 因为文珊哥真的很会打 他就打在那种 有点不透 他会让你痒痒的地方 饰演妇女党的两个人 在新戏一个屋檐下里 有多场对手戏 两人的剧情走向 也引起粉丝热烈讨论 记者纵道